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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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头不批 你结婚自己的事还需要领导批准啊 响应国家政策 晚婚晚育嘛 24岁也应该替自己着想一下了 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 经验不多 知识不少 能证绘画 蹦迪泡巴 跳槽跳得快 网上谈恋爱 酒落朋友不少 一提结婚的事就嫌早 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2号 大家好 我是张岚 我来自翘牌中国公司 普通职员 年龄我就不说了 我刚才已经透露出去了 那我就不再重复了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自 来到幸运52的现场 当然更高兴的是 终于见到了立体的利用 张岚 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事情曾经让你特别尴尬 那就不说远了吧 就说刚才吧 刚才我在起立向大家示意的时候 我站在椅子上 我差点掉下来 这个属猴呢 不是 我刚才也看到了 两腿站在上面 孙悟空一样的 应该孙悟兰吧 好 2号 祝你好运 谢谢 3号 大家好 我叫刘光 是个军人 来自工程兵军代处 年龄是 刚才说过了 你也保密 未婚都保密 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演播现场 很幸运 第一次参加节目呢 就被选为幸运观众 希望大家给我鼓励支持 3号刘光是一个军官 刘光尴尬的事情 不会是练习投手榴弹的时候 1 2 3 手榴弹在圆地儿 把自己扔出去了 睡得到股市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领导家里碰到熟人 是 对 这样会有嫌疑 非常对不起 对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对 好 三位 今天的大奖 我只准备了一份 要不要看一看 来 开门 比亚乔帝王摩托车一步 1号姚瑞和3号刘光 高兴的 你看看 眼睛都直了 我告诉你 只有摩托车 只有摩托车 关门 好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三位勇敢的年轻人 他们敢作敢为 天有多高 他们不知道 地有多厚呢 想知道也确实不知道 马上呢他们就有一场 非常激烈的智力大拼杀 热线电话 168学的622已经开通 那么你们有三种办法 加入我们的游戏 幸运的朋友呢 也会获得一份奖品 金额跟现场一样 8666元 参与就有机会 欢乐好时光 幸运52 每周上午在下里 祝各位好运常赞 好 各位 幸运第一关 三位 为了早日开启 这扇幸运大门 拜托三位 千万不要跟幸运较劲 既然年轻嘛 那么很多人呢 都会为年轻而付出代价 所以说呢 不怕说错 就怕不说 第一关 幸运考场 听听 有人说 中国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 对吗 2号 不对 回答正确 有女性诺贝尔奖之称的欧莱雅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是至今全球唯一的女科学家奖 请问 创立这个奖的欧莱雅集团是生产服装的吗 2号 不是 回答正确 这道题呢撞在张兰的枪口上了 是生产化妆品的 两位男士当然对这个没这么经验 他们每天直抹血花膏 来继续听题 成灰 成事的成灰 是母狼捕鹰图案 是罗马还是巴黎 2号 回答正确 继续听题 请在我的描述中 请在我的描述中抢答出 这是一个什么奖项 它创立于1901年的12月10号 分为物理学 3号 莫维尔教 回答正确 来来往往 是根据 持绿的小说改变的吗 2号 是 回答正确 那么1号姚瑞非常光荣 一个商标都没有 3号刘光是一个商标 那么2号张兰的是四个商标 2号张兰就是第一轮闯官的胜出场 恭喜他 但是是不是说张兰就有可能是今天的幸运明星呢 你猜 我也不知道啊 OK 热线电话 1689.052 随时开通 欢乐好时光幸运52 每周上午在家里勇祝各位 好运成在 5月7日幸运商标榜 本周给出的第一组费选商标是 创家 西波 茂祥 君豪 请从中选出两个幸运商标 夏季牛奶香 常喝身体棒 百分之百 纯牛奶 夏季人献出的爱 一三三个有滋有味的夏季牛奶 时刻保持特酷的状态 我每天必喝君豪纯牛奶 它令我更健康更强壮 Attention 向君豪健康天地出发 君豪牛奶 我们的健康装备 北纬45度 飞鹤的天然牧场 孕育出两种乳牛 纯鲜牛奶 强化钙心 飞鹤奶粉 好营养 更健康 飞鹤乳液 优质产品 这段时间 每次摆放丸达山配方奶粉 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儿子两岁了 正在喝它 有乳真的丸达山配方奶粉 我儿子喝了 可装实了 谁都会有机会 朋友们幸运第二关 三位 这么长的假期呢 估计你们没少逛商场 但是该看的不见得看了 该买的不见得买了 欢迎三位光临幸运超市 我将不停地出示商品 凡是猜对价格我当场奉送 在这里呢不带钱包可以 但是一定要带上大脑 三位请注意 第一件商品就是千元价位的商品 请注意我出示的第一件商品 乐飞夜休闲椅 产地是法国 此款荣获1997年欧洲设计大奖的产品 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 并能促进血液循环 采用抗紫外线照射功能面料制造 折叠方便不占空间 三位 请你们给出你们认为正确或者是接近的价格 可以跟大家商量一下 来一号姚瑞 一千三百八十元 好姚瑞给出的价位是一千三百八十元 二号小兰 一千三百八十一 二号给出的价位是一千三百八十一 她跟姚瑞较上了劲 三号刘光 我多给的 我一千九 刘光给出价位是一千九百元 注意听哈 她的价格是 价格是 一千八百八十元 刘光的价位是一千九百元 基本上非常的接近 那么这个乐飞夜的休闲仪产地法国 价位一千八百八十元的 产品呢 刘光送给你 另外刘光再赢得一枚商标 请注意 我为你们出示的第二件商品 是日高牌的登山子母包 产地是香港香港 这款子母背包呢 是由两个实用背包组成 小背包呢 容量是十六公升 是标准的日用背包 两个包可以合并 或者分开独立使用 所有拉链呢 均为双向拉链头 方便摆放大件的物品 是野营外出的好帮手 三位挑战者 价位我们已经给出了 你们一号二号三号 随意地抽掉其中的一个数字 组合出你们认为正确的价格 姚瑞 去掉 去掉5 好 姚瑞要去掉5 姚瑞组合的价位是1019元 张兰 去掉第二个1 张兰去掉第二个1 张兰组合的价位是1059元 刘光 我去掉0 刘光组合的价位是1519元 好 三位 这款日高牌的登山子母包产地香港 它的准确价位 注意看 1019元 OK 那个姚瑞组合的价位是非常的准确 那么这款日高牌的登山子母包香港产价值 是1019元 姚瑞送给你 姚瑞再赢得一枚商标 赢得一枚商标 再赢得一枚商标 刚才是零商标 好 马上是我们的精确报价环节 我将不停地出示商品 三位可以来猜这个商品的价格 我们有时间限制 只要你猜对一个商品的价格 商品我当场送出 你还能得一个商标 那么一号姚瑞 请注意 我为你出示的第一件商品 是康尔圆顶单层帐篷 产地是北京 是千元价位以下的产品 使用尼龙防水面料 通气沙门及天窗 玻璃缸支架 至轻方便 可同时容纳三至四人 还配一个经久耐用 不怕磕碰的没有马灯 请你给出你认为正确的价位 计时开始 600 高了 400 高了 300 200 低了 250 高了 220 低了 230 低了 240 238 236 高了 234 高了 232 正确 OK好 这个价值232元的北京产的康尔圆顶单层帐篷 姚瑞送给你 姚瑞再赢得一枚商标 好 姚瑞 请注意我为你出事的第二届商品 是日高牌的睡袋 产地是香港 它选用多种优质的保温被 外层面料是防水的油光尼龙布 设计独特 两个睡袋可随意合并或者拆开 很适合双人出游 请你给出你认为 正确的价位即时开始 238 低了 280 低了 288 低了 482元 很遗憾鼓励一下 张兰请注意 我为你出事的第一届商品 是康尔苹果烧烤炉 产地 北京 质地优良 十和野外露营携带方便 苹果外形非常漂亮 还配备无烟味无毒极点极燃的烧烤炭 请你给出你认为正确 或者是接近的价格即时开始 300 高了 200 高了 150 低了 160 低了 170 低了 180 1828 高了 186 高了 185 高了 184 这样去 OK好 这个康尔苹果烧烤炉价值184元 张兰送给你 谢谢 张兰再赢得一枚香标 张兰请注意 我为你出示的第二件商品 是范德牌的冰袋 产地是北京 它用于各种饮料 水果食品的保鲜 及保温运输 它还有止痛降温的作用 采用无腐蚀无异味 无污染的优质冰冻材料 可以重复使用 安全可靠 请你给出 这个范德牌冰袋 产地北京 它的准确价格 计时开始 200 高了 150 高了 104 高了 103 高了 102 低了 125 低了 126 OK好 那么这个价值126元的范德牌冰袋 张兰送给你 张兰再赢得一枚香标 好 张兰 时间非常非常的少 我为你出示的第三件商品是 扇摩师真空保温屏 产地是日本 它是先进的屏丝设计 背嘴呢 有抗菌功能 兼顾耐用 保温性能良好 请你给出 也基本上就是一句话的事 一句话的时间 请你给出这个扇摩师真空保温屏 它的正确价格 即时开始 598 高了 好 时间到497元和遗憾不立即 好 3号刘光 请注意 我为你出示的第一件商品 是康尔牌的扶手连体椅 产地是北京 鞋带方便 也是适合于露营啊旅行 那么放在家里呢 也很合适 即时开始 300 高了 250 高了 240 200 高了 180 120 低了 130 低了 150 低了 160 高了 157 低了 158 跟正确 刘光刚才回答的价位 采用的是军事路线 互高互低的 好 那么这个价值158元 产地北京的康尔扶手连体椅 3号刘光送给你 刘光在赢的一位商标 好 刘光请注意 我为你出示的第二届商品 同一个品牌 康尔便携折叠铲 铲子 你是军官嘛 你应该熟悉哈 铲地是北京 这个便携折叠铲呢 它非常的方便 可以多用途 可以当作锯 也可以当作铲 还可以当作稿使用 计时开始 100 低了 120 高了 115 低了 116 低了 117 低了 118 正确 好 那么这个价值118元的康尔便携折叠铲 3号刘光送给你 刘光在赢得一枚商标 好 那么第二轮看商品拆价格之后呢 三位的商标得出这样的 1号姚瑞的是两个商标 3号刘光是四个商标 2号张蓝是六个商标 依然是第二轮闯关的胜出者 勾起打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有三种办法加入我们的游戏 热线电话168-99-05-2 随时开通 关门好时光星雨52 每周日上午在下李永珠各位好遇常赛 本周揭晓的第一组幸运商标是 创家冒翔 第二组被选商标是 樱桃 环大山 茅台 向晋 请从中选两个幸运商标 谁都会有机会 朋友们幸运第三关 三位 两关已过 虽然真正的决战还没有到来 但是我有责任再次提醒你们 别跟幸运较劲 大奖只有一份 来让我们打开幸运词典来猜词 朋友们高举号牌 三位 挑出你们搭档 1号姚瑞 233号 233号 2号张蓝 幸运的97号 97号 3号 刘光 108号 108号 掌声一下 来 我们掌声请上第一小分队 姚瑞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女朋友 怎么称呼 我是张 张若竹 张小姐 我们有三种选择 二位 商量一下 挑一种 猜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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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元的 好 你们谁来比划 谁来猜呢 我来比划 他来猜 好 计时开始 这是一种蛋糕 一种带人外文 布丁 对 课的 你妈特别爱课的那种东西 瓜子 对 这是北京的一种特产 是把一种给晾干了以后的 两个字 国府 对 这是乐枝什么 饼干 正确 天津的什么 麻花 对 正确 这是美国的特别有名三个字 三个字 是 开心果 正确 来来来来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 姚瑞 你跟张小姐有几年了 快五年了 怪不得 张小姐她特别了解她 人家挂着说 你妈爱课的那东西 对未来的婆婆 而且好像这个姚瑞爱吃儿童食品 什么乐枝饼干啊 开心果之类 好 谢谢 谢谢第二位 谢谢 那么一号姚瑞 赢得一枚商标 姚瑞的女朋友张小姐 你将获得由浙江亚冠集团公司提供的一份价值300元的奖品 恭喜 来请上第二小分队 张岚介绍一下这位是 这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位 我的女爸 非常漂亮 而且很聪明 而且很聪明 二位有认识多少年了 认识时间不是很长一年多 是吧 平时说话偷鸡吗 非常 是吧 这个猜词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只东说西 有话不直说才见功利 二位请看大屏幕 食品 刚才第一小分队 姚瑞他们已经猜过了 不能再猜了 那么一千元价位的常用成语和邪后语难度非常高 是不是 过 那你们商量一下 再选一个 卡通吧 卡通形象 卡 多大了 你多大了 你看呢 我看也就是十二三岁的 卡通形象三百元 谁来比划 谁来猜呢 我来猜他来比 好 即时开始 跟比辽蜀在一块那个 唐老鸭 将去 七个小矮人 白雪公主 将去 聪明的 一休 将去 蓝精灵 将去 刚才跟那个白雪公主在一起的那个 七个小矮人 将去 过 过 过 在水里的他的下半身不是 美人鱼 证据 你们俩有什么共同爱好吗 平时 吃火锅 吃火锅 然后一块再去看动画片 什么 还是缩着大拇指 是奴米 是奴米 好 谢谢二位 谢谢 二号银 得一名上标 张蓝的搭档 你将获得一份由浙江亚冠集团公司提供的价值300元的奖品 勾紧你 今天的两个小分队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了 我们看看第三小分队来请上第三小分队 这位是 这是我的同事王广淫 君贤 上位 上位 比你高啊 那这个 两位最可爱的人 玩猜测 食品和卡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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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能再猜了 而且也不适合二位 随便再挑一个 我们就猜 猜 猜什么 猜成语吧 猜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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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语 计时 开始 警察带着什么 刀你 警察戴着什么 帽子 冒灰锅 哦 这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黑的反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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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颜色 黑颜色的反译词是什么颜色 黑颜色的反译词是什么颜色 白色 白色 黑的反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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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有 一万无计 很遗憾 很遗憾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常用常语呢 来冲击的 能冲击过的观众呢 非常的少 那么来冲击的人士 也是很少 非常感谢二位 有一点难度 谢谢二位 谢谢 2号张岚是七个商标 2号依然是第三轮闯关的胜处者 勾起他 但是张岚是 是不是今天冲刺大奖的幸运明星呢 还不好说 168 9662随时开通 是不是 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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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52 每周上午主持人 与众各位好语常在 本周介绍第二组幸运商标是 樱桃 王牌 第三组被选商标是 哥俩好 凯尔 飞鹤 欧阴 请从中选择两个幸运商标 创家超水星 数码世纪星 创家惨艳 我现在腰不村了 我现在背也不疼了 我现在腿不充筋了 腰好 背好 腿脚好 我们现在都用 比扬毛有骨髓撞骨粉 哈尔滨红太阳集团 中学生专用掌上电脑 金榜学习通 是其教科书 参考书 工具书 考试指南 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 超级家教在手中 考试升学更轻松 金榜学习通 深圳英斯坦科技 茅台王子酒 以他唇香后味 深得现代人的青睐 茅台王子酒 一脉相传 品味不凡 正式出土 道光二五 新州凌川道光九夜集团 哇 戴卡通的雪糕 三次天天冰冰霜霜 五宝来 凉成沙冰 凉成沙冰 凉上感受好吃好吃 凉成沙冰 洪宝来创新产品 谁都会有机会 来 朋友们 幸运第四关 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密切关注一下 现在一号是三个商标 三号是四个商标 二号将来是七个商标 幸运考场 听题 高尔基被誉为 苏联文学之父吗 二号 是 回答正确 继续听题 太阳黑子是黑色的吗 二号 不是 回答正确 继续听题 你一生中共参加了1364场正式比赛 进球1200人 贝利 贝利 猜得正确 好 以出品 香水 护肤品 彩妆 三大系列而闻名于世的化妆品顶级品牌 LUNKONG是哪个国家 二号 回答正确 中国首届网络小姐大赛冠军 她在网上的名字是什么 一号 蔡星虫 回答正确 这个我估计姚蕊跟那个那个网络小姐对过话 蔡星虫 蔡星虫 我是土豆 我是土豆 继续听题 证券市场上的恒生指数的起伏 代表的是哪个证券市场的变化 一号 香港 回答正确 继续听题 被世人称为凯撒大帝的足球巨星 贝肯巴尔 回答正确 北爱尔兰是英国的组绳部分吧 一号 是 回答正确 今年二月份 获得韩国围棋国手称号的中国棋手 一号 瑞南伟 回答正确 这姚蕊看来非常喜欢体育活动 我想让他在这个马小春和瑞南伟之间的这个选择一下 都不用了 继续听题 继续听题 与杨振宁共同获得1957年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物理学家 一号 李振大 回答正确 我国的保险资金是否可以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证券市场 二号 可以 回答正确 继续听题 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冠军杯又叫什么 一号 汉古斯杯 回答正确 哇 哇 哇 好 现在一号姚蕊和二号张兰呢都是11个商标 张兰 人姚蕊给你握手 哎呀 哈哈 注意听题 2000年开始的法官评定中规定 2000年开始的法官评定中规定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将成为哪一级的法官 姚蕊 一级法官 没答错误 首席大法官 继续 那么很遗憾姚蕊呢你将失去一次抢答的机会 继续 阿西跳跃 阿西跳跃 是一个民间舞蹈 是李祖还是朝鲜 三号 大声说 朝鲜族 回答错误 李祖 刘光啊 你为姚蕊争取了一次时间 继续听题 一线通 一线通 一线通啊 一线通电话在上网的同时哈 还能打电话吗 一号 可以 一线通的电话在上网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吗 可以 当然是可以 回答正确 好 好 那么四轮四个闯关之后呢 这个一号姚蕊呢最先赢得了十二枚商标 那么姚蕊呢就可以去冲击今天的幸运大奖 好 好 那么 现场 现场所有穿黄颜色富翁的朋友 你们将获得由深圳微昂电器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份精美奖品价值人民币198元 勾训你们 那幸运52呢提倡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的 第二我们希望呢是所有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呢都能大面积的获奖 那么今天二号张蓝的是十一个商标很遗憾哈 十一个商标 那么现场所有穿红颜色富翁的朋友你们将获得由幸运52提供的一份精美的纪念品 恭喜你们 二号三号 感谢你们对幸运52的支持和参与 二位呢每人将获得一份由广东格兰市企业极端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 1400元每人一份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 本中现场的第三组幸运商标是哥拉好飞鹤 第四组被选商标是太阳石 林川道光绿热尔铺牌 今中选出两个幸运商标 古井贡酒纯净易寿 纯净的古井贡可补充1600卡能量 纯净易寿古井贡让您赢得更精彩 差一点 差一点 王手艺鸡精炒菜放一点 做汤下面放一点 味道更鲜更美 王手艺鸡精 一点不差 王手艺十三香调味品河南驻马店 西波肉创非吃不可 西波集团 爸爸 啊 等等 爸爸 西波肉丸非吃不可 西波集团 孩儿彩店第三代数字全屏技术 真正将两台电视合二为一 两套节目同时看同时听 数字全品一套 孩儿彩店开创者 草原绿鸟鸡 饿了吃青草 馋了食蚂蚱 草原绿鸟鸡 来自大草原的真情美味 草原兴发集团 谁都会有机会 那在幸运52呢 是幸运不打折扣 谁上来凭运气 摸到多少 这个价值多少的奖金额度呢 是凭手气 来 朋友们刚举号拍 跳 跳 停 253号有没有 掌声 今天穿黄颜色服装的金额是很壮 运气很好 怎么称呼 我姓敏 敏 敏 那个上海敏行的敏 过敏叫 对 真叫过敏 不叫 那叫人们敏什么 叫敏晶晶 敏晶晶 第一题 冰山上的来客中 英雄阿米尔追究的是谁 时间大 第二题注意 在淘米的时候 反复搓洗 会使 稻米中的一种维生素 90%白白流失掉 那么 请问 这种被流失的维生素 是维生素C 还是维生素B1 维生素B1 维生素B1是吗 嗯 回答正确 选一个 选孩 海尔 我们来看看海尔后面是多少钱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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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听题 最后一道题了 最后一次机会 太阳系九大行星中 体积最大的是天王星吗 不是 回答正确 是木星 停 大声说 艾美特 艾美特 好看看艾美特的后面是多少钱呢 我 好 50元 好 那么恭喜你 敏晶晶晶 你获得了这次幸运52百宝箱游戏的价值 550元的一份奖品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小敏 站着 看看1000元在哪里 王首义 十三香 1000元 遗憾吧 国际品质 如果感冒病毒在 灵感就不在 泰克缓解头痛 咽喉痛 鼻色流鼻涕 发烧打喷嚏 抓住灵感 泰克帮你 泰克抗病毒感冒 通化冒祥药液 女性急易感染各种妇科疾病 康复特酸 专制各种阴道炎及公颈糜烂 迅速消除异味 恢复清爽健康 康复特酸 健康才是真的美 太阳石药液 谁都会有机会 来开门 感谢佛山摩托车 有企业有限公司提供的 超值大奖 万元以上的 比亚乔帝王摩托车一部 另外还有本人 送给你的一位女朋友 这个摩托车是意大利风情 体现了东方人的质朴 你可以领略无穷的乐趣 去上去试一试怎么样 呼 掌声一下 来 姚瑞 关门 怎么样还可以吧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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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哈 钥匙在我这 准备好了吗 好 准备好了 计时 开始 我国最著名的石林在哪个省 在广西 错误 中国象棋两方中间的分隔线叫什么 叫楚河汉界 正确 奥运会开幕式上主办国排在第几位出场 排第一位 错误 我国的南方和北方是以什么为分界界 秦岭怀河 正确 每年的5月12号被定为什么节日 植树节 错误 八一建军节是为了纪念哪次起义 南昌起义 正确 你知道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吗 李时珍 正确 世界上最早种植大豆的国家是哪国 中国 正确 牛有几个卫士 四个 正确 世界上有无风的时候吗 什么 世界上有没有风的时候吗 呃 没有 正确 美声唱法起源于哪个国家 意大利 正确 正常人的肝脏在腐腔的左侧吗 对 是在右侧 可口可乐自诞生有百年历史了吗 有了 正确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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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好了 好好好好 这个姚瑞 呃 姚瑞的这个再一次证明的沉默啊不沉默才是金 那么谢谢大家的参议和关注 多多激励你们的支持加入我们的游戏吧不要再犹豫了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紧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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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相信自己 鼓起勇气勇敢面对 电话拨通您所在地的168-99052 猜猜谁是下季的冠军